Hello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有需要和大家更进一下 86街25大道反对抗疫 这个汽油民所的活动 多谢这位新的网友观看留言点评 昨天美国亚太会 攜手其他华社团体 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 宣布将会在来的礼拜日举行大游行 抗疫警察对反对在Blockland 86街 在汽油民所的示威者使用暴力 声援被控重罪的市议员张文怡 要求撤销控罪 这个大游行的地点我看了 和我们之前 即是和你们报道的之前的日期和地点是有所改的 那我就用大大个字在这里给你们看清楚 如果我说得不好不够清楚的话 好听好看的朋友请你们点个赞 现在我在这里按着喇叭来声援一下你们 支持一下吧 要用个喇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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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没有喇叭叭叭叭叭叭 OK 警察过来 要用个喇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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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考慮到天氣的問題 所以最後改到星期日 我想可能星期日的人更有空 多一點吧 社區人士 林飛先生說 這次的大遊行 關係到華人在美國的地位 他說 這次莊文儀被控罪 是為了 維護華社的權益 所以華社要站出來支持 他還說 這次的大遊行 訴求在醫 要求市府在郵民所 問題上要及時和 社區溝通 徵求社區意見 要透明 不能無視社區 要求警察局放棄暴力文化 要求布朗林的檢察官辦公室 撤銷對被捕者的控罪 他呼以更多的懷疑 參加大遊行 更多人出來投票 這樣是可以提升 中國人的政治位置 位置 地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現在的位置就在86階 這裏就是二十大道 等著我的外賣 亞總會常務副會長 他認為一般建築商不可能得到半夜開工的允許 所以私人企業也不可能要求佈住這麼多的警力 這裏面可能有利益捆綁的問題 來自找人等待嘛 士拉叉吧 忘記了 咖喱魚蛋現在幾千一個 4元 4元之前是3.25元 對吧 好久之前是3.25元 3.25元 好久之前了 OK 好热 热辣辣 咖喱鱼蛋 我说错了 咖喱鱼蛋没说错 但应该是用咖喱鱼蛋腸粉整个味道 哇 很棒 很棒 现在补了 在前面那一块 但它连这边也有问题 你看它做了 妈妈吩咐我买 那个叫什么 猪扒头 想起来 还买了三磅鱼 莲藕 哇 今天很大风 有点凉冬 在冷却看出来了 哇 这么大风 没凉冬 那是那一起啊 那是那一起啊 那是那一起啊